其实零元购根本就是最终都是capitalism 是钱的问题 47号提案又被称为是零元购 可是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以及它是不是应该要被推翻呢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刑事律师 孟淳于孟律师来带我们一探究竟 孟律师你好 你好 其实47号提案呢 它的初衷是想要为我们的加州来省钱的 那因为我们加州在监狱上面的发销 是非常巨大的 把监狱留给哪些人呢 就是暴力犯罪 像是谋杀呀 家暴啊 还有一些猥亵罪呀 这种比较严重的暴力的犯罪 那其他的罪呢 那就从不在监狱来服刑 变成在看守所来服刑 47号法案的其中一项就是来说 他们把盗窃罪中的轻罪的额度提高了 提高到950块钱 那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大家想象中的950块钱以下 就不就不犯罪了 他就不来抓你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警察还是会来抓你 检察官还是会来起诉你 只不过呢 你只是轻罪而已 不再是重罪了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说这个47号提案啊 就是等于是让这些犯罪很无忧无虑的 可以跑到这个商店里面去拿东西 抢东西 只要这些东西的价钱不要超过950元 那么他们都会没事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呢 其实因为在加州的话 如果你是轻罪 你是在看守所的时间 最多只有6个月 其实是364天 那你在看守所服刑的时候 表现好啊 你就是只服刑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出来了 那这半年时间 对于很多人来讲 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 特别严重的问题 而且看守所又不是像监狱 在很远之外 要远离亲人家属的那个那种 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在看守所服刑 跟没服刑没什么两样 那还有就是 每个county是不一样的 有些county它的看守所 它的床位有限 所以呢 如果要是有经常有暴力犯罪的人 被抓捕了以后 他们的床位就不够了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要是轻罪的盗窃罪 你在看守所正在服刑六个月 你有可能服刑两个礼拜 人就让你走了 因为看守所的位置不够 所以呢 在很多有前科的人 在他的脑子里面 他们认为 这不算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罪行 那另外我们想要再请问一下 孟律师 为什么这些零元购的抢匪 他们一进了商店之后呢 在那边大肆的拿东西啊 抢东西 可是为什么商店里面的人 他们都完全好像就任由他们去抢 然后警察也不来 这样很荒谬的一个场景 到底是为什么 有请孟律师 其实我跟你讲 根本就是最终的那个root 就很多problem 这些root都是capitalism 是钱的问题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 美国其实是一个经常会 你起诉我 我起诉你的国家 如果从店里拿东西 直接就走的话 有很多公司对他们的员工要求是 你是不可以去追捕的 那他并不是说是放纵这些抢匪来拿东西 来纵容他们拿东西 而且他们想的是怎么为公司省钱 如果你的员工因为在阻止这些 这些人盗窃的时候 发生了任何身体上的接触 受伤了 那这个时候 你觉得这个员工会起诉谁呢 一定说起诉这个公司 因为公司有后面的保险公司 可以会赔偿他们巨额的保险 所以很多公司因为不想要给这么多的保险费 给自己的员工 就是因为去阻止了一下 可能还没成功 然后结果受伤了 所以很多公司的政策是 你就不要抓 你就任凭他们走 自然有检察官来起诉他们 我们去估订阅 我们的游戏 可以变答案